大家好,我叫黎花 是一个80后的农村保妈 之前一直在深圳打工,很少回家 一般是过年过节,工厂放大假才回家 因为习惯,所以你很喜欢外面的生活 当家婆妈舒服叫我回来时 我真的很密情愿回来 因为村里都是留守老人,不是留守儿童 我清楚地意识到回家 我的朋友就是寄十岁的工厄婆 回家就是真正的家庭主婦 慢慢变成黄脸婆 我年纪虽然有这么大,但是我心态还很年轻 我喜欢上网,喜欢网购 做什么我都很懒 唯有夫妇,我坚持得下来 因为我习惯做黄脸婆 后来我开播,拍视频 每天日子也觉得很充实 很多粉丝问我,为什么放心老公一个人在外面 也有很多男粉丝向我表白 当然,网上这些东西我买相当是真的 在这里我想说 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几年的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那又是很难生活得下去 大家说是不是 老公,你放心债钱 等着你卖大屋 我照顾好家人,等你回来 我考虑 中文字幕 三文字幕 李宗盛